今天因為材料的關係,零基硬變一下好了 零基硬變是這樣,我們來過簡單的 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 麵包先把它切個片 法國麵包弄好了以後 我們再來下面塗芥末 這個給它塗一層芥末 芥末的味道在這下面 完了以後,我們就簡單的 麥魚罐頭,裡面的麥魚 我們再度出現的麥魚罐頭 把罐頭的食物呢,食材如果能夠做得好吃的話 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一塊麥魚 這塊麥魚呢,再把它加上來 我們的姜片到哪裡去了 把這個姜片拿起來呢 包在 麥魚上面 這道菜單上就是很簡單 包在上面了以後呢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 這個 這個櫃圓 襯在旁邊 切絲 這個照理講呢,原先我想像的 應該切起來是很漂亮的 一絲一絲 它現在變成一團跟沒切一樣 就長 合起來是原來的櫃圓 長得一模一樣 就這樣,襯在這旁邊 剩下呢,就剩下一道的小工序 做完了就可以了 這次呢,我們用的 起司主要呢 是要用 熱淋的就是要砍吸了 好,我們剛剛的麵包呢 弄好了 就這麼簡單 加上呢,現在要把它砍吸上來 把它淋上來 這樣有凱西感呢 吃起來的口味呢 跟焦焦的時候呢 就不太一樣 把 比較日式一點的 麥魚 配上呢,法國的麵包 生薑 芥末 加上呢 你好像越幫越忙啊 這位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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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連你也來了 連你也來了 你來了就更麻煩 好了好了 好了 我這把你皮像很漂亮 被你弄成這樣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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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子盤子盤子 好了 就這樣一道 吃了感覺 口感怎麼樣呢 不知道 我們來吃吃看好了 加上了麥魚的 和式加上呢 歐式的口味 加上桂圓是對的 呈現了一個超美的甜味 那個桂圓在這裡真的起了幾大的作用 那桂圓是神還是比 那桂圓是神還是比 這比烏寶寸的麵包還好吃 它的麵包是有一個是加桂圓的嘛 桂花還是什麼什麼桂圓的 喔這個 便宜又好吃 而且不用排隊 對 不用排隊 它又夠了 喔這真的太好吃了 就是導致說好吃才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啊真的很好吃 你如果做過我的菜你就知道 四個字 真實不虛 喔非常好吃 你這道 這道菜呢 今天會這麼想這麼發明出來 是有個緣起啊 今天總叫做吃生日 他喜歡吃鰻魚 我就從鰻魚呢 發想出 這道再來 好了我們再做一道呢 蔥牛餅再現江湖 把蔥牛餅放好 好 然後呢 先把呢 這次可以塗大量一點的芥末 我們用那個刷子呢 把它塗勻一點 順便呢可以畫個圖騰 什麼的 好 塗好了 塗好了 塗好了以後呢 再來呢 我們來做另外一種披薩出來 這披薩呢 本來是在那個 準備聖誕節的時候 喔 所做的披薩 那因為 披薩皮沒有 我們先用這個來代替 真正聖誕節到時候在做的時候呢 就用披薩皮 大家來做 這次呢 一樣的 我們先以不燒焦為原則 我們要的是那個 呃 坎西的 到時候坎西呢 把它鋪在上面去 這一層呢 把它鋪了起司以後 帶有坎西感的起司以後 開始呢 就把我們 呃 聖誕節繽紛的 放上去 紅色的 綠色的 白還有個黃色的 沒有黃色的 青 青椒黃色的 沒買到 所以呢 我們就先用這兩個 這個 兩片 把它這樣塞滿 然後再下來呢 有一個重要東西就是這個 我們所謂的 非常的神秘的 叫桂圓 龍眼乾呢 慘痛的教訓是很黏 桂圓的話呢 增加很多很好的口味 那桂圓呢 你要在這個哈姆下面 也可以 在哈姆上面也可以 起司有一個好處呢 第一個充滿了香味 第二個體股罐體 第三個呢 它很快就可以溶掉 不需要搞太久 做菜呢 就是速度快又好吃 好了 這個差不多熔了 熔了差不多以後 後面有一點黃金膠 就可以關火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把它膚繩上去 這如果用Pizza皮的話 應該是 更像 更合 但沒有買到的情況之下 就用我們 這叫什麼 蔥油餅皮 好 我們再給它熱一熱 因為我們剛剛呢 這個蔥油餅皮呢 是涼的 我們現在整個呢 再把它熱過一來 然後適當的時間呢 給它翻個面再翻回來 好 這邊稍微熱一下 我們就可以翻回來 準備起鍋了 盤子盤子盤子 盤子盤子 盤子盤子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一樣的 蔥花 這個香氣香味都出來了 漂亮的香味 假裝好看一點的話 我們再把這兩三個呢 醉一點在旁邊 聖誕節的配景 配色 太好看了 這當然加上黃色的 原來應該有三種顏色的 就更好了 這樣就這麼一盤 漂亮的聖誕節的 好 謝謝 感谢观看